說到日本RPG 絕對要遞到伊蘇這款歷史悠久的龐大系列 現在也要移植到手機上囉 而且劇情有所延續 期待的經典角色們都將於遊戲內出現 玩起來會非常有共鳴喔 趕快起來看看到底有什麼改變吧 劇情從伊蘇7改變而來的 伊蘇阿爾塔哥的五大龍 原本的人物像是亞特魯、多奇等角色 都會在遊戲中出現 除了和熟悉的夥伴們 再次體驗伊蘇系列的專有冒險之外 每個角色也能裝備專屬的技能 而且只要對戰時掌握住敵人觸招的一瞬間 進行閃避 就能進入Flash Move高速移動盡情輸出 部分關卡也支援多人組隊 趕快在手機上重拾熟悉的戰鬥手感吧 經典的BOSS當然也不會少囉 環聚在夏努爾森林的大鴨豬艾斯加里奧 有著暴躁的脾氣和極長的獠牙 戰鬥的時候記得要避免和他正面衝撞 守護者雷瓦德加雷姆 只有在神聖祭壇遭到冒犯的時候 才會從灼熱的岩漿中冒出 玩家們要多小心他的急昏控場劑才行 伊蘇阿塔哥的五大龍將帶領玩家在此冒險 千萬不要錯過囉